轮胎与汽车的安全行驶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大家都知道轮胎的重要性 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更换汽车轮胎 换早了不划算 而换晚了可能会造成安全影响 那么汽车轮胎什么时候换 看到这几种情况你就可以换 当汽车的轮胎侧臂出现裂纹和骨包之后 我们可以更换轮胎 轮胎侧臂的裂缝有些是十分细小的 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仔细 如果汽车侧臂上有裂缝 那么容易在我们行驶的时候造成漏气和爆胎现象 而骨包是由于汽车轮胎强度不够造成的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样的轮胎容易炸裂 发现这些现象的轮胎一定要及时更换 当汽车开始出现抖动的时候 我们如果发现不是由于发动机或者减震器的原因 引起的震动 那么多半就是汽车轮胎出现了问题 这是轮胎老化的征兆 需要大家及时更换轮胎 不然影响行驶体验是小 但会威胁我们生命就是非常大的事 当轮胎磨损过度之后 轮胎对地的摩擦性就会减弱 如果继续使用这样的轮胎 那么在我们汽车的制动能力 抓定能力就会有明显的下降 这也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要定时观察轮胎花纹的磨损 在观察的时候可以使用轮胎自带的胎面花纹磨损指示线进行判断 当轮胎显示一到两条指示线之后 就说明轮胎已经磨损的差不多 我们就差不多可以换轮胎了